大家好,我們專題製作的主題是製造淡水的救生液 這是我們的半成品模型 因為材料的關係還有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把它還沒有把它裝到救生液上面 但是我們所製造的模型已經可以達到我們要的凝水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所採用的是自冷晶片 自冷晶片是方便攜帶 而且易於維修,不容易損壞 體積小,又能有不錯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們採用了這個物品來當我們專題製作的一個主軸 一個中心 然後自冷晶片呢,它有兩面 它一面是冷面,一面是熱面 有許多人會把它拿來做成小冰箱或是車上的一些冷氣 我們利用供電讓它運作 然後讓冷面維持在零度左右 然後讓維持在零度左右的溫度呢 能夠有露點溫度的效應 就是溫度越低 然後接觸的相對溫度越低的話 所能凝出來的水分也會越多 自冷晶片非常在...就是...它的散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採用的這個黑色的部分是散熱排 鋁製散熱排 我們這個散熱排 裝到救生衣上面的時候 這個散熱排會全部接觸在海水 讓海水的流動可以從這個縫隙帶過去 來達到水冷的效果 也能透過水冷這個效果來讓... 自冷晶片能發揮到更好的工作效率 然後冷面的部分 我們會把它維持在零度至負一度左右 因為當溫度過低的時候呢 我們所凝出來的水會結成霜 當結成霜的時候 我們就沒辦法繼續凝水 所以我們找到最佳的溫度是... 一度至負一度 在這之間是我們最佳的溫度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鋁製 一個鋁片 我們把它裝置在冷面的部分 讓冷面可以傳導過來 然後讓這邊 冷面溫度的... 就是傳導到它的鋁片上面 然後再用鋁片 因為我們讓它的面積變大 所以能凝出來的水也會變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採用鋁片 不用其他的材質 因為... 鋁片比較容易取得 而且鋁片不會產生任何的有毒物質 所以我們決定用鋁片這個材質來做 我們為什麼要採用力士呢 因為... 當我們凝結出水分的時候...